欢迎收看2月29号的新闻抢先报 我是贝敏 今天是农历正月二时 也是俗称的补天穿日 而若佛古庙众神就选在今天圣家出轮 数以千计的善进 双手合十或手持大香 顶着烈日护送众神前往行宫 尽管烈日当空 依然无阻人潮的到来 除了古庙一带的水泄不通 其他地区出现万人空巷的画面 今年是假成龙年 也是行动管制令解除的第二年 加上适逢政府学校假期 参加若佛古庙众神圣驾出轮的信众 人潮众多 现场挤得水泄不通寸步难行 在早上11点及时一到 若佛古庙无尊神明在善性的簇拥下出轮 一路恭送众神圣驾到异星路行宫 沿途星啊发啊的声浪 想撤新山市中心 尽管11点才出轮 但是早上8点多就涌现人潮 一度导致花超无法进入现场 周边更出现万人空巷的景象 一般相信明天晚上的众神圣驾夜游 将会是游神圣会的最高潮 预料到场人次会比去年的30万人次来得更加多 值得一提的是 享有世界冠军荣誉的新山爷爷亚瓦 红仙大地庙武龙队再有创举 这回特别推出 末武创意龙和3D打印巨型金龙花车 龙王之殿非常吸睛 该庙熟理主席兼武龙队主任 行福天接受中国报访问时指出 这是由马来西亚国际现代书画联盟 柔佛州分会副会长兼书法家曾祖先和龙队的耗时两个月合作 日以继夜的赶工才得以完成 他说在这段期间 曾祖先到庙里耗时一个下午 以墨宝在龙身书写88个字 全部都是吉祥语 展现武龙队的文艺气息 一名相信是贩毒集团主谋的26岁男子 将摇头碗粉末和水果味饮料粉混合后突发奇想 以有动漫和电影元素的设计 甚至是登基证等鲜艳包装 企图掩人耳目 结果警方在收到情报后上门捣毁 起货一共40万令吉的毒品 巴达林在野警区主任沙鲁尼詹助理总监 今天召开记者会指出 警方是于本月23号晚上10点多 根据情报道林氏双西威某公寓单位 逮捕一名26岁本地男子 并起货总值超过40万令吉的摇头碗 克他命和五载毒品 以及大量毒品加工工具 根据初步调查 这些混入饮料粉的毒品 装带后在娱乐场所贩卖 价格介于150令吉到250令吉之间 他指出 嫌犯的尿检结果显示对毒品呈阳性反应 相信是贩毒集团的主谋 在巴生谷活跃已经有两年左右 他补充 警方将调查有关毒品的来源 同时追查另一名31岁同党的下落 镜头转向雪州沙阿南 一名32岁泰国籍女子 昨天晚上和男友吵架后 已被由吸毒前科的男友 从公寓23楼退下 坠落在7楼泳池惨死 沙阿南警方现场逮捕涉案的 37岁印译嫌犯 嫌犯是一名罗里司机 拥有7项犯罪前科和1项毒品前科 并且有吸食大麻 警方援领刑事法典谋杀条文调查此案 嫌犯今天早上被带上法庭 申请7天延扣令时 以毒品药效未过 加上致死女友自知闯下大祸后 他竟然在法庭上又哭又笑 更放声喊叫 行径十分疯狂 仁佛新山出现2人偷车档 两人先供车到住宅区物色好下手目标后 其中一人下车撬开目标车门 尽管警铃大坐也镇定自诺 迅速启动轿车后下车离开 而坐在车上的另一人则负责全程把风 熟练手法令人折舌 50岁侍主黄先生接受中国报访问时指出 他日前将一辆白色丰田轿车停放在 柔佛事故来湖姬花园住家附近的路边 结果被邻居告知轿车失窃 他们查看闭路电视时发现 偷车贼一共有两人 其中一人负责偷车 而另一人负责载送和把风 偷车者撬开汽车门时 曾经触动汽车警报器 女邻居当下被惊动出外查看 却以为是车主没有起疑心 结果邻居随后查看闭路电视 才惊觉是偷车贼 市主已经针对此事报警 并要求网民协助找回轿车 换个焦点 早前被揭发骑摩托用铁链脱狗前行的 46岁华裔小贩 今天早上8点多在太太和亲友陪同 下到法庭面控伤害动物罪名 被告扶手认罪 他的代表律师在求情时指出 被告是一名小贩 自从被捕后因为精神创伤 已经两个月没有工作没收入 加上被告和身体有缺陷的太太 育有一名8岁的孩子 希望获得轻判 推示最终判定 被告监禁一天和罚款12000令吉 如果无法交付罚款 则需以6个月的监禁代替 值得一提的是 受医局官员今天也把被虐母狗带上法庭 若佛一名华裔男子 两年前因为受到高薪诱惑被骗到泰国工作 在多番转卖下 如今他受困柬埔寨当猪宅 期间冒着生命危险 偷偷联络母亲求救 更哭诉园区的生活水深火热 他已经一年没得刷牙 受害男子的51岁母亲雪莉 今天在公正党四言末区部 熟理主席郑成龙和大马国际人道主义组织 华裔公关顾建文的陪同下 召开记者会指出 29岁的儿子阿发是在2022年5月 被社交媒体上的高薪广告诱骗 辞掉在吉隆坡铺盖瓷砖的工作 飞往泰国曼谷 雪莉指出 儿子目前已经被困在柬埔寨一年 虽然没有被虐待 但是生活环境非常糟糕 床垫不曾换过 一整年都没有刷过牙 都没有想 没有什么好想 就是可以能披寒的 还只能回到家 另一方面 同样为儿子超岁了心的 50岁华裔母亲陈女士 也在记者会上公开巡儿 陈女士的27岁儿子胡凯文 是在2018年8月到菲律宾 从事客服工作 招揽赌客赚佣金 刚开始每个月还会不定期的 寄回3000至5000令吉家用 这段期间曾经回马两次 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21年3月 外婆去世的时候 母子俩通过视频通话联系 她指出 2020年 儿子称下大约10万令吉的赌债 2021年4月开始失去联络 似而心切的她 如今只希望儿子能够尽快回家 澳洲东南部受到热浪袭击 当中的维多利亚州大多数地区 从上个星期开始就面临 灵火面积大规模扩大 居民被迫紧急撤离家园 如今受影响的地区和居民越来越多 有些地区甚至颁布了最高级别的警报 当地近期发生的灵火 被视为4年来最大规模的灵火 多达3万名居民被迫紧急撤离家园 有关当局依然担心 在炎热干燥且多风的天气条件下 灵火可能会蔓延到维多利亚州 和南澳洲部分地区 带来灾难性的火灾风险 越南部分地区也同样面临干旱和高温 南部地区比如胡志明市 以及湄公河三角洲地区 在2月出现异常漫长的高温 导致河水水位变低 影响了农民灌溉和运输农作物 根据越南媒体报道 越南的陈文泰县也已经有 80多条运河干枯 干旱情况不容小区 中国贵州灵火狂烧了大半个月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 从本月10号到21号之间 一共通报221宗灵火 地点分布超过半个贵州 目前灵火已经全部被扑灭 但是造成了两名救援人员不幸应攻殉局 换个焦点 美国伊利诺伊州在星期三宣布 禁止前总统特朗普参与 2024总统选举的州初选 原因是特朗普涉及2021年的国会骚乱 伊利诺伊州是继科罗拉多州和缅宁州之后 第三个禁止特朗普参选的州数 对此 特朗普的团队指出将会提出上诉 与此同时 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 星期三突然宣布将在今年11月卸下职务 现年82岁的麦康奈尔是美国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参议院领袖 他在11月离开政坛也标志着美国国会山一个时代的结束 81岁的美国总统拜登健康状况一直备受瞩目 尤其今年即将迎来总统选举 他的身体状况更决定着他是否可以连任 白宫医生奥康纳指出 拜登的年度健康检查显示 他的健康情况稳定 没有任何神经系统疾病的症状 而且运动能力出色 适合旅行白宫的职责 你是James Bond 007电影迷吗 美国华盛顿即将举办007系列车展 让粉丝们有机会欣赏 曾经在战士帮系列电影中 出现过的各种酷炫威武车辆 新闻的最后跟着镜头到美国国际间谍博物馆先赌为快 我是贝米 我们再会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